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癌症運動處方 我們這次很特別 我們又利用故事敘述的方式 來告訴癌友們如何增加你的心理健康 飲食健康以及如何運動 幫助大家走過康復的路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了解如何選擇 合適你的運動喔 透過12集的故事性內容 大家不只了解癌症是什麼 更了解合適的癌症運動處方是什麼 好 那接下來第四季要到了嘛 所以大家要加緊一下 如果今天的專案內容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會Q4努力衝刺囉 那東西記得寄出來給我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喬令 前面第三季表現不錯喔 第四季加油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欸 你被主管稱讚了欸 沒有啦 我們一起加油喔 當然啊 那你爸爸最近開刀還好嗎 我看他狀況還不錯啦 不要擔心 然後都會關心你爸爸喔 好啊 先下班我們收東西 好 那我先走囉 喔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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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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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就在家 幹嘛不回我啊 害我以為你怎麼了 你 你就不要管我了好不好 反正都是一樣的 沒什麼希望了好不好 怎麼沒什麼希望 我不要管你的啊 幹嘛要說這種話 你怎麼了啦 我們不是才剛開完刀嗎 幹嘛要這樣講啊 真的 我跟你講 這還沒有 爸 我明天就回診了 明天天醫生怎麼說再說好嗎 不要自己亂講啦 怎麼沒有什麼希望 好 你說了就說 爸 嗯 我知道你很擔心 但是我們先聽醫生怎麼說再說好嗎 好 好 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會陪在你身邊的啊 好 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鳳叔 很多人在第一次聽到自己離癌的時候 真的是晴天霹靂 這個心情上面呢 是在震盪起伏 到底應該要怎麼面對它呢 我們今天為大家請到了心理師葉北辰來為我們回答 歡迎北辰 嗨 鳳叔好大家好 我是葉北辰心理師 欸這第一次聽到晴天霹靂喔 離癌的時候 這個很難接受 該怎麼辦 我覺得我們通常會介意病人 當然家屬也是 就是練習試試看 接納自己 很多人會在生病的時候 發現很不一樣的自己 例如說 我平常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我怎麼這麼害怕 或者是我平常是一個很能夠理性思考的人 現在怎麼這麼情緒化 那就告訴自己說我現在感到害怕 這是正常的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能夠做到這樣就非常不容易 那家屬也是嗎 我覺得家屬一定也會 尤其是因為生病的不是自己 很希望能夠幫上 有的時候反而會變成 除了給自己壓力之外 也給病人壓力 那我建議這個時候呢 要做好的就是 家庭的溝通 也就是說 不管是病人或家屬 如果能夠好好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能夠表達自己的需求 我感覺如何 我需要的是什麼 那不管病人或家屬 如果能夠這樣表達的話 我覺得在面對癌症的過程當中 會更順利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們在生活中 能夠按下暫停鍵 不要讓這些訊息一直困擾我們 比較像是說 那當你想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你能不能夠告訴自己說 我現在正想到這件事情 我正在擔心疾病的進展 我擔心疾病的復發 你能夠仔細地想說 我現在正在想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跟這個想法拉開一個空間 那另外一個會建議大家的 就是多做所謂的正念的練習 你可以試試看練習 專注在你的呼吸上 試著專注在你正在做的事情的感官 比如說你現在正在吃東西 你就專注在這個東西的味覺 它的氣味 它的這個味道 或者是你正在走路 你就專心地感覺你走路 左腳踏到地上 右腳踏到地上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上網搜尋很多正念的練習 跟著指導宇宙做做看 那通常這個會有不錯的效果 就是等於是把你的專注力放到感官上去 而不是在你腦子的思維裡 所以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在第一次聽到自己離愛的時候 重點是自己可能要先接納 然後也希望家人能夠彼此幫補 來幫助大家 然後除此之外呢 也就是要尋找正確的知識 不要自己胡思亂想 這是三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夠聽到這樣的資訊有所幫助 我們今天謝謝 謝謝北辰 謝謝鳳祖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大家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